大家好 我叫王岩 王是百家姓那个王 但是岩不是山石那个岩 也不是师开那个岩 更不是女开那个岩 因为我孺生弟弟 所以当时父亲给我们取名为王岩王旭 岩旭 岩旭生命 岩旭品质 岩旭性格 希望思维企业家能记住我的名字 然后我是毕业于东北电脑大学 输业运用输业专业 从毕业开始一直从事教育培训行业 现在想进行管理 因为教育也需要管理嘛 谢谢大家 王岩的导师来说一下推荐理由 王岩是从数学老师开始做起的 然后天生对数字就非常的敏感 在管理能力上 他在学校是做学生会主席 而且后来又做过几个月的 教育机构的校长 同时他现在的单位 是做学科带头人 同时管理的几十名教师 所以王岩是一个教师出身的 具有非常好的未来的一位区域管理者 我推荐他 好 王熙 哈喽大家好 我叫王熙来自广东深圳 毕业于沈阳工业大学 虽然理工科背景出身 但在校期间一直从事外联 以及文艺类相关工作 具备理科生严谨思维的同时 不失文科生的灵动与机制吧 虽然机制系毕业 但工作期间一直从事销售类工作 曾取得17年度销量最佳 也曾多次参与公司大小项目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希望找到一份销售类 或销售管理类相关工作 谢谢大家 来 杨细涵说一下推荐理由 我们队的特点呢 就是颜值高 一直就是靠颜值打天下 跟你比颜值高 对 我们队非常惭愧 都是花瓶 我认真推荐下我们这位同学 他简历里其实没有写 他也是学校骨干干部 原来是校联合会副主席 相当于校会副主席 然后他今天刚好 就是想做区域经理 所以各位老板一定可以重点考虑一下 我还要再次强调 不要因为讨厌导师 耽误了我的好学员 谢谢 来 王妍 请坐 你可以在本身上记他的小黑证 王熙 你来非你莫属 求迟是有原因的 是什么原因呢 非你莫属是国民大平台嘛 在这里可以找工作 不是这个原因吧 他来非你莫属是前任介绍的 是吧 有一点点这个因素 还藕断思连呢 没有 我们是君子之交 是好朋友 你的前任是怎么跟你介绍 我们非你莫属 他也来过是吧 对 去谁那了 还真的有点忘了 因为他换了一辈工作 前任这么关心你 你这么不关心前任 不要这么讲主任老师 好吧好吧 你前任都找到了工作 希望你也在这儿能够找到工作 好吧 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我特别喜欢健身 也特别喜欢旅行 你的旅游是哪种形式啊 我还是算是偏深度一点的吧 怎么深度 我去很少去抱团 多数的时候会是一个人背一个包 然后喜欢住一些青旅 你不是有女朋友吗 为什么不带着他一块去呢 可能当时不太方便吧 毕竟在各自的 我来说吧 我觉得这种长得比较帅的 然后疯狂的单身旅游 住青年旅馆 背个包独行侠的 都是为了艳遇而行 艳遇如果在我的层面理解 如果和他来一场 关于知识方面的一种邂逅 如果对方是一个美女 那杜老师您觉得了 这个叫艳遇吗 我觉得你的欲盖弥彰啊 什么叫知识上的邂逅 交流一下嘛 你就俩人聊天 交流啥知识 每天变得更博学嘛 外部的前任跟你分手 来说说比亚迪的事好不好 比亚迪你还是取得了 不错的成绩的 你说一说 因为我是机制系出身嘛 刚进比亚迪的时候呢 进入的是一个 制造型的事业部 但是也是因为 唐战番邦这种项目 加上我自己一个 性格的一个导向 然后呢一步一步 就是也被算是 其他汽车销售的产业群 被挖了过来 进入到汽车销售之后呢 就是一直工作到现在 一直所带的 17年带的是上海 然后18年呢 现在是负责 东北地区的 整个电商的一块业务 销量达到多少 销量的话 因为当时只是上海嘛 销量的话 是报了 1万1左右的 一个数据 全年 你这个1万1 是你个人完成的 还是你跟你的团队完成的 我们的团队呢 主要是都是互相协作 比如说我们是 主要偏一线 去管理经销商的 一些电商方面的细节 但是呢 后续 比如说我们需要数据的支持 你是做线上的销售是吧 这1万1千辆 是线上的销售对吗 对 经销商卖出去 是你协助他们卖的 对吧 对 你们只是在管理经销商的 销售方式和销售结果 其实徐老师并不是这样 我们部门 如果说我个人 我当然不是向他们会提供线索 但是呢 我们整个部门 我们后续 我们后面的团队 可能说对我们的支撑 是对于线上漏斗的一个扩大 我觉得这是一特简单 那是怎么说的这么绕啊 就是 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你是不是一个数据本机师 而不是销售 我们做的还真的 你做什么 你做的是什么 你是不是在帮4S店 做数据分析 这个不是 我们主要是管理4S店 像江商的线索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报表 我们会去看 比如说这个线索多了 还是少了 什么线索 对 线索是什么 是客户的线索 你别着急 我跟你说你别着急 你把每个词都说到 其实这样 咱们大家伙 我觉得吧 让他把话题说完 如果都呛的话呢 他就有点乱了 没呛 我们这样等着你说 但你每一句话 你都把那主语说清楚了 要不然的话 你都是一堆 听不清楚主语的词 我们就听不明白了 工作线索指的是什么 比如说 我在汽车自家上面 留了一条 留了一条我的个人信息 那这一条信息呢 会进入到我们的系统 就是潜在客户 就是潜在客户 对吧 王熙之前呢 他是有做过这种 所谓区域管理性工作的 但是他这个区域管理工作 跟我们很多需要的 开疆拓土型的管理性不一样 他是代表公司 然后去那边 对经销商的这个销售 去做一个支持工作 我相信他跟我们在场的 绝大多数的企业的 目前的现状 是不是那么匹配的 好 王妍 你销本上记他什么呢 首先我说四点嘛 第一个我感觉他来 咱们菲尼莫属的 目的不纯 这也是提到的 不纯 就是想尝试一叶子 打败他前任 前任找工作了 他也来找工作 我觉得兄弟 你这个有点搞笑了 我们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到这来 如果不抱着一颗真诚的心 我觉得对不起这个平台 对不起这个节目 如果您像刚才这样讲话 我觉得你这个格局 还需要有待略微提升一下